民眾到國小晨韻 金劍駭人半裸女師 半邊臉血漏模糊 褲子脫下一遭侵犯 酒店妹慘死校園 就岂能放話盡神隱 不宜見誤導偵辦 神明前卻詭異來電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廣新國小裸師情殺案 國小校園金劍女師 現場阿啟封鎖線 見神月搜陣來回進出 晨韻民眾一度以為 倒地女子身體不適 湊進橋才知道 他已經氣缺落實 死者穿的外套被人拔掉 丟在路邊 他的臉部遭到重擊 五官被打爛變形 上一拉鏈扯開 胸部重三刀 腹部更多達十一處刀傷 下半身赤裸 才是國小籃球場旁的樓梯間 死者騎乘的機車 也被人隨意扔在 國小附近的大牌水溝 希望根據車主資料 確認死者身份 已經有鎖定嫌疑人身份 持續追查當中 女子遭人毀容殺害 一不蔽體城市校園 案情撲手迷敵 我問她在她說她 她唱歌 不唱就沒什麼事了 快步走進校園的男子 就是死者的干戈 男人網路認識 過年這幾天 死者專程從高雄南下屏東玩 沒想到會發生意外 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現在都 他溫所後來 然後他一直也要報名 這男朋友說得要來做日子 帶去酒店上班 賺的只能有十個帥 他就兩腳白臉就對了 結果我們罵他渣瓜 賺到只能帥 這要死 還不怕 他到達現場之後 他又用FB說 叫他請他再走進來一點 因為也有很多社團的朋友 要跟他再見面 所以請他到籃球場來 以童軍省叫他勒芬 跟他勒芬 然後再以石塊 磚塊重擊他的頭部 對比這三名嫌犯的面相 相同之處就是眉毛都很粗 從命理師的角度看來 這樣的人通常就是個性剛烈 容易衝動 黑眼球很小 但白眼球很大 這種通常是非間際到 所以這種 將來女生在選擇 一個男性的同時 第一個 眉毛太粗的不要選 眉毛太雜亂的不要選 再來是眼睛有上300下300 或是眼球 黑眼球比較小 都是白眼球這也不要選 分享開啟小鈴鐺 一起進入最真實的 命案現場